你好 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我是杜真林 营收改善加上融资成本比较低 带动主板消费股的成功食品 Majaya Foodberhut 截至4月底的3个月 尽力按年飙涨3.83倍至404万9千令吉 并派发美股一鲜股息 旗下星巴克新分行带动铜电销售增长 使得当季的营业额年期6.21% 报1亿6993万1千令吉 剔除80万令吉单次收益后 当季核心净利年跌25%至320万令吉 比预期还要低 财政年首12月核心净利 达到马银行投行研究和市场预测的92% 当季派发美股一鲜股息 则在预料中 马银行投行考量到财年截止日期更换 星巴克新分店数量以及营运开销 下调本财年净利预测1% 并调低明年和后年的财年预测 幅度分别是12%和8% 基于稳健的内部增长和分店扩张 行家预料 星巴克还是最关键的盈利来源 同时对大马K22保持谨慎 因为预料它会继续表现不佳 新报媒体 Star Media Group Head召开分析员汇报会 介绍数字生态系统计划 借助现有客户群创造新营业额来源 该公司估计需要耗时2到3年 而技术成本预料耗资4000万至5000万领局 肯纳格投行研究综合看待这项计划 因为新报媒体现有的数字业务 只是贡献印刷与数字业务营业额的10% 虽然长期能够达到协同效用并带来收入 但是肯纳格投行认为 孕育时间长而且投入成本高 预料会冲击近期的表现 肯纳格投行对新报媒体保留印刷与发行报纸为主的模式 维持悲观情绪 肯纳格投行最后对这支主板电信与媒体股的新报媒体 给出低于大势的评级 目标价是60先 金武大 截至7月尾2019财政年 新增合约达到13亿令吉 包括首季获得的91令吉本地建筑工程 以及在第三季获得 台湾中有颁发的3亿6500万令吉跨海桥梁工程 截至3月底 公司未完成的订单总值达到109亿令吉 此外 该公司继续放眼两项关键项目工程 也就是边城交通蓝图和巴胜股捷运第三路线 马银行投行研究了解到 金武大持股60%的SRS财团 已经开始设计PTNP细节 预料工程 交标最快需要等到明年上半年 并在明年尾或后年初才会颁发合约 此外 该公司第三季产业预售达到7亿令吉 推高首9月预售至20亿令吉 而全年预售目标是40亿令吉 但是马银行投行认为 结果只是鉴于30亿至35亿令吉之间 由于百捕大道LDP和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SPRINT 贡献减少 行家下调本财政年净利预测2% 并分别下修明年和后年的财年净利 预测3% 平吉是守住